一 一 孩子殿下 中午就先在这家客栈休息 如姑娘 多吃一点 估计晚上还要赶不少路呢 好 谢谢太子殿下 我去喂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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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帮你搭 莫言哥哥 我给你带了些宫里的点心解解馋 这个是荷花糕 这个是杏仁酥 都是我特地吩咐御膳房做的 郡主殿下 微臣实在公务繁忙 还有很多案情要处理 这些糕点还是郡主殿下自己享用吧 那怎么行 要不你把案子告诉本君 说不定本君还能帮你破案呢 郡主殿下 臣实在是臭不开身 如果您想要在此地休息的话 请自便 本君就是想帮你吗 难道您是不想本君过来吗 太子殿下 太子哥哥 我再帮莫言哥哥破案呢 你也想查案 郡主殿下 此次案情实在是复杂 微臣就不劳烦郡主殿下了 只要你不厌烦本君就行 本君这次为了你 牺牲可大了 来到这荒郊野岭 诸多不便 无聊死了 你用皇宫才无聊呢 那么多规矩 麻烦死了 不像我们在宫外 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属小兰 你竟敢藐视皇室 儒姑娘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什么 就像我们以前在校外教学 大家一起露营搭帐篷 老师同学一起炒烤 那才叫好玩呢 露营搭帐篷 这倒是闻所未闻 择日不如撞日 殿下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才不去呢 我要陪莫言哥哥破案 这样最好 求助不得 殿下 我们走吧 太子殿下 外面湖水湍急 还请太子殿下注意安全 我走了你就那么高兴 那我就祝亲大人和郡主 顺利破案喽 我来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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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